我们继续来关心俄乌战事的最新发展 莫斯科所扶植的赫尔松占领区 行政首长萨尔多在13号 他要求俄罗斯协助撤离当地的平民 显示出乌克兰的反攻是有进展的 俄罗斯的副总理胡斯努宁也表示说 将会协助居民离开前往克里米亚 还有俄国的南部 最近看到在乌克兰有许多的城市 被俄军的飞弹攻击 而乌克兰持续的反攻 似乎是看起来有点成效 可是有起色对于整个战事 整个大局有影响吗 老大觉得 首先这个俄乌 它这个东西总是要打一场大仗的 现在大仗还没开始 但要大仗要打的话 我就觉得就说 整个呢 就是赫尔松这个地方 它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说 乌克兰假如要整个切断 你克里米亚岛 它一定要真的要打赢 那如果它往前进 俄罗斯它往前进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这几个地方 所以俄罗斯也不能让你这个地方 那乌克兰也不能把这个 也想这个地方有战果 但是目前呢 那整个你让你看到的一个情形呢 俄罗斯很低调 但低调并不是它不行了 那么乌克兰呢 很会渲染它的那个 所以你看乌克兰之前常讲说 我们又重战回了几个地方 可是重战回 那俄罗斯并没有讲我们战回了 就它当时去 那俄罗斯好吧给你吧 给你 俄罗斯并没有拿这个地方 然后乌克兰看它没有拿 乌克兰就把军洞 然后又做宣传我占领了 可是这个地方必然要打 那么俄罗斯呢 它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撤掉 因为赫尔松这个地方 很多都是俄裔的 俄国的后代 所以真正打的话呢 乌克兰会往实力打 因为它会不在乎 但是呢 俄罗斯会绑手绑脚 绑手一点 所以呢俄罗斯呢就把这边人呢 先这个先撤出 撤出了以后呢就准备这边呢 大家来一个就说大概就会 那你说撤离之后就好好打了 就打了 这边我就没有我的人了 那可是这些人在的话 就是他就会 就是绑手绑脚 怕伤他绑手绑脚 那这个反而乌克兰是放手放脚 往实力打嘛 所以他的撤是一个战略性的事 并不是他怕不堪一击 还有一个俄罗斯的 他现在整个家 他故意在放风声 说这个兵员还要训练 可是俄罗斯这个 现在找的兵 最起码2008年都打过格鲁亚战争 都有战争经验的 所以他是故意降低 所以他也会在这里 因为他这里有个天险 这里也是天险 所以你把你围到这里来打 他不会让你那个 所以他的兵 他现在松懈 软 他是准备差不多了以后 开始冬天到了 开始在这里攻击 所以当然 乌克兰得到多少外国的帮助 我们不晓得 因为俄罗斯不是跟英国打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未来这场战绝对很惨烈 对 不过乌克兰继续的就是 是向西方世界来要军援 当然包括说 所以他要做广告 传统战争 然后呢 传统的武器 还有包括说像是通讯也是 不过你看到最近 讲到通讯 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我们刚刚讲说 它有进展 可是呢 当然 马斯克曾经提供这个 SpaceX旗下 这个星链 Starlink的服务 那确实 当时也发挥了这个效果 不过最近传出呢 这个星链计划 星链服务要收费了 根据CNN的报道说呢 SpaceX在这个9月份 曾经写信给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 要求接手支付乌克兰政府 还有军方所使用的 网络服务费用 SpaceX呢 他们估计到今年底 所需要的费用要超过 1.2亿美元 而未来12个月呢 则有可能要花 将近4亿美元 这个钱呢 到底要跟谁收呢 马斯克在开战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Sarlink去支援乌克兰 所以名声很好 名声很好 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 当然他也有批评乌克兰 但也有对于这个俄乌的局势 发表他的高见 不过现在看到 他终究是一个生意人 这个要收钱了 可是这个钱到底是谁给呢 吴老师你觉得 你现在已经说他是生意人了 那就 也不用意料之外 这情理之中嘛 因为马斯克这个公司 他也不是这个政府 他是盈利机构嘛 盈利当然就要赚钱 他对股东负责 是啊 而且他当初有消息传说 他去支援的时候 也没有说他不收钱 我相信他跟美国国防部 一定也有deal 一定也有个协议 他不肯自己 用私人公司 就跑到战争的 这个战场去嘛 所以只是他当时宣传 强调那个高大善 韦光正那一面 那真的收钱这份 没有特别强调 你觉得最后是谁买单 一定还是美国买单 因为美国有 美国乐于见到 有一个民间公司 来帮助我 减少我美国政府 介入的这个角色 是民间的 自愿者 他们介入的 所以对政府来讲 你帮他解决一下问题嘛 所以他要花一点钱 甚至有什么样 不同方法付他钱 这个是必然的 而且我相信 这个星链计划 像这样子的 在将来 在各地方都还会再用到 他还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我只希望不要出现在台海之间 就是 国防部如果付钱 就是美国政府介入 这就是我讲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说 一定会想到一些什么办法 去间接让他收到钱 他不能直接付钱 可能不会直接付钱 但是我不认为 他会继续做慈善工作下去 就像刚刚委员提到一个重点 所以那钱会从什么地方来呢 我认为他就是打算要关掉 关掉他 因为他提出来的那个方案 被乌克兰骂了一顿 他就是要逼俄乌和谈 所以他在出招 因为美国政府是不能出钱的 最近不是也传出说 美俄双方其实有在台面下的一些接触 我也不能这样讲 我只能够说是他个人立场 知道他对两岸也是这种立场 而且他个人私交不是拜登 是川普 所以如果川普万一在2024 当选总统 马斯克对川普是有个人影响力 如果新年计划在乌克兰这边 因着这个费用的问题 停止了后续的影响会是 因为美国政府确实就是像林翔兄讲的 他要避掉美国政府直接介入 这样的指责嘛 所以他就说这是个人的乐捐 他表面上是这样讲 所以你如果国防部去付这个钱 就等于你直接介入 对 好 这个后续真的是有得瞧 不过有一个新闻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这个我请教一下委员 继续请教委员是 俄罗斯现在普丁在12号他表示说 针对欧洲所担忧的能源吃井的问题 他说可以通过北溪2号完好的部分 恢复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或这个建议立刻被德国迅速给驳回 因为德国说他们看清了俄罗斯 不是可靠的能源供应国 所以排除使用北溪2号的可能 好那就要承担后果了 这个欧洲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那所以呢德国霸气的就决定要 拒绝北溪2号的供应 不过现在天然气的价格 我这边数字说 比一年前调涨将近90% 欧盟27个国家到底能负担多久之 大家好奇的 普丁这一招是在分化欧盟吗 委员觉得 我觉得是在分化德国人民 不过因为德国作为大国 他不能单独决定 他一定还是要回到欧盟 可是欧洲已经有很多国家都作弊了 比如说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他就直接 从黑海那边得到俄罗斯的能源 那罗马尼亚也在偷用 所以你看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最近都不讲话 欧盟自己都不同调了 保加利亚本来是军事上的强硬派 还提供武器给欧克兰 现在都不讲话 那德国我认为他是在分化德国人民 因为基民党已经公开讲了 说再这样下去是不合理的 他认为应该要买俄罗斯的能源 基民党 基民党是反对党 那萧茲现在的民调不到30% 所以我认为他这一招是在跟德国人民喊话 然后是给萧茲压力 对 那俄乌当然我们接下来看说 他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谈判桌 因为普丁现在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要逼着乌克兰上谈判桌 讲到谈判 普丁在12号跟土耳其总统埃尔段会面 那会前 克公对外是表示说 埃尔段应该会对俄乌双方 来进行个调停 不过在普丁和埃尔段 两人会面结束之后 克里姆林公却对外表示说 他们两人没有讨论相关的话题 行前说要讨论看看 这个会后却没有讲到说 没有谈到相关的内容 所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老师您觉得 我想很多人会说 第一个很清楚的 关键在9月30号 那普丁才签署 有关于从乌克兰占领的四个地区 变成是一个俄罗斯的版头 那这个部分大概占乌克兰领土的15%左右 那第二个10月4号 那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公开宣称 在他绝不在所谓跟普丁做任何的 普丁总统任内做任何的谈判的 那12号当然联合国大会 刚刚蹲这个问题做表决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 谈判要不要有前提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不可能俄罗斯9月30号 吞下这四个地方 你让他吐出来 可是这地方没有吐出来 竟然乌克兰跑去跟俄罗斯来谈 那这也严格讲是匪夷手势的 所以我相信说短期间之内 当然要进行会谈的机会不大 哪怕土耳其想做一个中介跟调人 这个角色未必都能够发挥 虽然土耳其一向是在俄乌冲突当中 是极少数国家 跟两个国家维持友好关系 是唯一的曾经在俄乌冲突之后 唯一的两度 俄罗斯跟乌克兰在土耳其境内 来进行会谈的地点 但是可能第三次来讲的话 短期间之内看起来是有困难的 但是就算将来有timing出现 可能让双方回到台湾桌 可是大家也会看说 目前最大的那个关键的困难点 会不会就是美国 美国 我想美国责任司机跟普丁这三个人吧 但是还是得看美国会 因为美国最新冠状态 最后还是回到台湾桌上 不会在战场上就结束了 一定还要回到台湾桌上 对 所以美国的这个角色是很关键的 美国扮演后勤角色嘛 他继续提供 那当然这个事情就有胆了 马斯克不提供新链 战争不会因为这样子结束 可是美国如果不提供后勤战争 就打不下去了 我记得委员那时候讲 说这要看这次 接下来怎么办安排 参加了 还要继续 护政 спрос 对